2019的倒数第二天 我们来到了纽轮堡 从祖火车站出发 东南城墙和圣母门塔映入眼帘 穿过城墙的主大门圣母门 就会被几家精致独特的手工艺品店留住脚步 这是玩具之都对游客的欢迎方式 老城区历史悠久 商户伶俐 精美的建筑 哥特式的教堂 传统的半幕房屋 让二战后几乎以为平地的纽轮堡 重获新生 放慢脚步融入到人群中 感受这座城市的悠闲节奏 一路向北越过佩格尼茨河 抵达中央集市广场 如果你在圣诞季来到纽轮堡 这里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温馨的圣诞市场 边上的圣母教堂值得驻足 里面储藏着查理四世国王的珠宝 也别忘了转一下美全的圆环 据说将圆环转三圈 同时心里许愿 愿望就能实现 继续向前是通往城堡的上坡 右边的市政厅是童话故事 胡桃夹子与蜀王发生的地点 抵达坡顶就是标志性的帝王堡 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任皇帝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城堡居高临下 是俯瞰全城的极佳位置 这座中世纪的古老城市 还有许多建筑和故事 值得花上三两天细细评读 用旅行结束2019 用旅行迎接2020 新的一年我们在路上